你們是最棒的 高舉布條 斗大的字 寫著帕運選手榮耀歸國 大家熱烈歡迎帕運選手凱旋歸來 選手們胸前帶著江拍閃閃發亮 2024帕運圓滿落幕 台灣派出13名選手取得三贏二同 締造近四屆帕運的最佳成績 10號早上7點多選手們帶著榮耀回國 我覺得就很開心可以拿到 就是可以突破上一屆女雙的遺憾 然後包括就是也很開心 單打還是一樣可以再次拿銅牌 但是就是有點小可惜 是就是可能在技戰術上 可能還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回來再多練練 台灣代表團共有五人多拍 天曉雯以及林姿宇拿下桌球女子 雙打銀牌 而他自己也奪下桌球女子 單打銅牌 對於這次奪牌 他謙虛的說還要再努力 未來希望可以再突破自己 而男子桌球也不遑多讓 就覺得自己第一次就有奪得銀牌 就覺得自己還不錯這樣 然後也謝謝大家那麼早來 然後這次趴雲就是單打 有所掌獲就覺得蠻開心的 陳明智以及17歲欣欣陳柏彥 先後在桌球男子單打進掌銀牌 4號提前歸國的肖祥文 則是拿下跆拳道銅牌 接機大天一大早就為滿支持民眾 紛紛上前為選手們獻上花束 恭喜他們登上高峰為國爭光 TVBS新聞廖宗慶何可言桃園採訪報導